163. 大公報 自製英語語境 2015年7月9日 校園 B.十四教育心良師 找上星期提及的自製遊學團 很多家常對其感興趣 喬進 多作分享 其中最多家長關注怎樣令孩子學好英語 可否也自製學英語活動級孩子 在街上不難發現者袋父母很喜歡與孩子中英夾雜說英語 在餐廳聽到一位爸爸跟身旁約兩三歲孩子說 All are hungry? 想的drice 定想的tnoodles 要不要drink water 我能分辨出爸爸定是地道香港人 因爲他廣東話自正康源 而且把英語當中的RT 其發音都省略 把英語都說成廣東話發音 對牙牙學語的孩子 建立母語基礎十分重要 如想孩子掌握兩文三語 關鍵是語言環境 語境 沒有良好的語境 語言根本學得好 上文的爸爸以講式英語教孩子 以為者是增加接觸英語語境 以中文文化加入幾個發音不正的英語生字 只會造成孩子語言障礙 還影響其老步發展 影響心緣 我接觸不少父母 其中至少在外國長大 能說出地道英語 從孩子出生開始以全英語溝通 這種優良語境 孩子學習英語當然沒問題 如果父母本身英語一般 能做的可為孩子製造愉快接觸英語機會和環境 例如,聽英文歌、看英語電影等 使孩子有機會接觸廣泛的英語材料 讓他們習慣全英語環境 在觀看英語電影或動畫的過程中 家長不要反覆詢問說什麼 什麼意思 也不用心急地為孩子用廣東話講解 而是要鼓勵他們根據畫面 語氣來猜測英語對話的含義 家長也可以和孩子一起猜測 和他們一起討論 除了幫助孩子學好英語 也是很好的親子機會 還有一個要點 家長不需要太在意糾正孩子發音或生自量 因為這種情況會讓孩子感到無聊、無趣 無法激發他們的學習慾望 更會產生學習壓力 我深信,每個孩子都是天生的學習者 只要我們把孩子的日常生活、遊戲活動與英語結合起來 自然是半工陪、教育工作者 也不想再升 這些 Judah 教育工作戶口 那來